感染HIV后,内心往往受到巨大打击,考虑要把这个消息跟谁说,如何,是否还能生育等等问题。 而这些都容易令我们陷入到抑郁的情绪中,但如果发展到扰乱日常生活的程度,那就可能会演变成抑郁症了。 什么是抑郁症? 抑郁症是以情绪抑郁被主要表现的抑郁症精神疾病,常般有日常心境相应的认知、行为、心理生理学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改变或紊乱,需要警惕以下可能由抑郁引起的症状。 整体情绪低落,严重的绝望或消极,感觉缓慢和迟钝,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、注意力和集中力的问题,明显情绪不稳定。 疲劳、睡眠障碍、食欲和体重变化、性欲降低自杀念头等等,HIV感染者患抑郁症的风险,常规认为,HIV感染者抑郁的发病率比平常人高两倍。 然而英国最近一项大型研究显示,感染HIV25年的短时间内,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概是HIV阴性人群的2到3倍,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发病率会增大,感染15到20年后,焦虑和抑郁发病率增加到4到7倍。 除了HIV感染情况,研究表明年轻人群、MIS女性以及较低的教育水平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相关。 结果进一步证明,感染HIV对心理健康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,抑郁和焦虑在抗郁转路病毒的HIV感染者中发病率很高,包括获得病毒抑制的感染者。 值得注意的是,长期感染也是抑郁和焦虑的关键因素,这也可能反映了早期预后插或长期感染HIV产生的心理、社会经济或生物学影响。 如何应对抑郁症? 一、求助具有帮助HIV感染者经验的专业人士抑郁症,可以通过心理咨询获得康复。 有时还需要联合服用抗抑郁、抗焦虑药物,如帕罗希腿塞勒特、普希腿百忧戒等。 具体请咨询医生,咨询和心理可以帮助您了解潜在的问题并监测长期变化。 认知行为疗法用于帮助您识别消极的思维模式,并使您的行为发生变化。 仔细监测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,以确保您的HIV不受影响。 但大多数处方药与常规药物的相互作用很少。 最重要的是,在需要时寻求帮助。 随着医疗的进步,抑郁症也变得越来越容易。 同时,通过正确和支持,大多数人都可以完全康复。 PS,认知疗法。 若您有负面的、错误的认知,例如对事情的解读有偏差甚至胎学对话, 可以寻求医生帮助重新分析,纠正否定认知。 转化为肯定认知、行为,及增加活动性、安排活动,逐渐增加活动内容和难度,以达到恢复正常社会活动的目的。 二、发展良性社交获得必要的社会心理、支持,可以缓解疑郁症状。 仅仅依靠个人有时很难支撑下去,你可能会感到肝大。 但告诉自己这只是抑郁症的症状至关重要。 寻求支持和联系,并不是软弱的表现,也不代表你是别人的负担。 如何寻求帮助家人及好友,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。 良好的社会支持,可以给你爱和归属感,转向让您感到被爱和关心的朋友和家人。 多与亲朋好友沟通交流。 当心理上有了足够的支持,精神上得到鼓舞,才能有勇气走出跨境。 即使不喜欢,也要尝试参与社交活动。 无论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相聚,还是不太相熟朋友间的社交场合。 跟上社交,才能保持与社会的联系。 加入抑郁症患者支持小组,和组员一起也可以大大减少你的顾虑感。 三,运动运动是抑郁症的有力工具。 它可以增加正能量,减少疲劳感。 又证据表明,身体活动会触发大脑中的新细胞生长。 增加神经地质和内肥态的释放。 这有利于减轻压力,提升于悦感令缓解肌肉紧张。 内肥态素有快乐激素之称,研究发现30分钟以上的重强度活动,可以刺激内肥态的分泌。 从而对我们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。 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,能坚持下去的活动。 尝试将步行,跑步,游泳,瑜伽,舞蹈或其他适合您的运动融入您的一天。 虽然户外散步并不能刺激内肥态的分泌,但在户外欣赏美景,呼吸新鲜空气,也比待在屋子好。 同时,每日放松练习也可以帮助缓解抑郁症状,减轻压力,增强快乐和幸福感,尝试瑜伽,深呼吸,渐渐是肌肉放松或影响。 最后,建议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。 抑郁通常涉及睡眠问题,睡眠不足不见会令人脾气暴躁,甚至还会增加罹患关心病和中风的风险。 生活是自己的,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